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很辛苦地跑来 包里还有几件崭新的衣服 是她在几个学生的帮忙下挑的款式 都是时下学生爱穿的 她喜滋滋地想着小冬穿上后 冲美地说 妈 我是不是很帅 然后她不住地笑着点头 我儿子是天下最帅的 这场景她想了无数遍 儿子的笑 儿子的每个表情 儿子的头发丝往哪边飘 都刻在她的心里 可前夫那个死男人竟然轻飘飘地告诉她 儿子没了 中平觉得眼前像有一面镜子被打得稀碎 那些碎片冲她蜂拥而来 砸得她头晕晕眩 差点没站住脚 好半天 她用力咬咬自己的舌尖 咬牙切齿地问前夫 咋没的 前夫装模作样地叹了一声 河里淹死了 已经埋了 放心 目的是好的 中平像一具被抽走了魂魄的肝骨 从前夫家洋洋晃晃地走出来 没走两步 撞到一个人 虚去平衡地跌在地上 那人想拖她起来 他就像一滩软泥那样 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 就那么瘫在地上 突然 嚎啕大哭起来 她怀胎十月 日夜夜夜放在心尖上的儿子啊 她还有啥好活的 不如跟着去了吧 如果这世间真有阴草地府 那就求阎王爷好心点 把她送到儿子身边去 娘雅在地底下也做对母子 不知过了多久 中平才慢慢爬起来 她的腿止不住地颤 半摔半爬地去了小都出世的那条河边 河面很平静 微风一起 吹起片片涟漪 旁边一个打鱼的老汉 正在慢悠悠地放往 夕阳将河面熏远了一层凌柔的霞光 当然 却又静谧 可谁又知道 这美丽底下 冷酷地夺走了小冬的一条命吗 她才十五岁啊 就像早晨刚升起的小太阳 那么温暖 又那么朝气蓬勃 中平机械地看着河面 想起小冬刚出生的时候 小小的一团被裹在墙堡里 生产让她筋疲力尽 可那张还沾着洋水的皱巴巴的像个小老头的小冬 让她顿时心生圆爱 整个心窗都暖了起来 她迫不及待地想亲亲这个小人 那时候她就发誓 一定要拼尽全力爱这个孩子 哪怕只有她一人 中平的婚姻说起来算不幸 结婚之前觉得前夫还不错 能挣钱对她也还可以 可这世上 谁人的心外面不是披着一张皮 谁又知道那张皮下藏着的是什么颜色的心 结婚没多久 中平就发现前夫身边不干净 她吵 前夫很不耐烦地推了她一把 男人逢场作戏的太多了 你不要这么小家子气 那时候 中平才明白 前夫之所以跟她结婚 就是吵中了她软弱无能 好把控 所以婚前还装了那么一会儿 婚一结 把她捆进去 替那个家做牛做马后 她就原形毕露了 中平的娘家人不支持 她自己也软骨头地提不了离婚 就这么窝窝囊囊地过了好几年 那会儿她一直安慰自己 男人都爱贪玩 兴许有了孩子 有了做父亲的自觉后就好了 后来她怀了小冬 但狗哪里改得了知识 前夫更是借口她怀孕了 不能上床 明目张胆地去找别的女人 中平狠过一次心 想把胎打了 可人到了医院 医生问她 可想好了 这是一条性命 不是路边的一根野草 说割就割了 医生把必钞拿给她看 说哪是小手 哪是小脸蛋 其实这一场黑乎乎的东西 没半点专业知识的中平 看得并不太懂 但她依旧从那张薄薄的纸上 感受到了一股源自母性的嫉妒 她有了勇气 决定生下那个孩子 她可以把自己全部的爱都给孩子 就有啥好怕的 前夫并没有因为中平生了孩子 就有所改变 只不过她对小冬还算过得去 中平有着自我安慰 算了吧 就当她是用来前户口本上的那个名字的 小冬十岁的时候 前夫对他们娘俩大不如前 原来她在外头有了相好 相好还给她生了一对龙凤胎 刚好那段时间前夫的生意做大了 她觉得是龙凤胎带来的好运 相好的就凭着这个东风吵着要跟前夫结婚 说不想龙凤胎变成私生子女 前夫就跟中平提离婚了 光是离婚这事儿 中平倒没太大的感觉 反正这男人有跟没有也没多大区别 可他没想到的是 前夫不肯给他小冬的抚养权 前夫说 我的肿当然要跟着我 万一你找个汉子让人做爹 我这点满满哥呀 中平也不肯 小冬是他一手养大的 前夫那个狗东西就先去来朝的时候赔过几回 哪里有个当爹的样子 他起诉了 可找了律师他才知道 不是男人出国养个私生子了 法官就啥都偏向自己 他自己没啥本事 之前为了照顾好儿子 也没咋上班 就打点散工 挣点零花钱 出大头的还是前夫 就经济能力这一项 中平输得一败涂地 他没能抢到小冬的抚养权 反倒是小冬安慰他说 他都长大了 可以照顾好自己了 中平心都揪着疼 后来他跟小冬约好 等他赚大了钱 就来跟前夫要抚养权 中平没啥本事 学历也不高 年纪也不小了 打过零工 也做过小买卖 想活自己可以 但要供一个马上要进中学的孩子 却很困难 前夫那人虽然很不咋地 也不见得对小冬多关爱 可在钱上他不算小气 一两个补习班的钱他愿意出 后来有个小姐妹说 他想开个店 拉中平入股 因为小冬有时腿受过伤 中平特地去学了一套按摩法 小姐妹看中了他这个技术 说实话他自己从来没想过 这也能挣到钱 只不过小姐妹的店开在外地 这么一来 中平就不能经常去学校看小冬了 小冬很懂事地说 没事 妈妈 我会等你的 就这么着 中平去了外地 本来他想好了 等他坐个一两年 稳住了 就回去跟前夫抢抚养权 但小姐妹意外出了事 店子还摊上了官司 又折腾了一阵 所以过了五年 中平还是没能抢到抚养权 出于愧疚 有时候他不敢面对小冬 那次有个大老板家的孩子有点事 出钱请中平去按摩三个月 钱开得很高 他心动了 所以他那段时间没有回去看小冬 钱夫没给小冬买手机 说学生有了手机就遍野 不好管教 打去钱夫家吧 他那个新老婆说话 总是家乡带棒的 所以他也歇了打电话的心思 一心想着 等过了这几个月就去看小冬 后来他拿到了钱 也买了礼物 他满心等着一个母子相聚的喜悦喜马 可谁想 老天扔给他的 竟然是一出生死离别 中平就呆住在河边 把小冬从出生到慢慢长大都悔忆了一遍 他坐得屁股发麻 太阳也落得只剩下小半个头挂在天边 天 暗沉了下去 他吸吸鼻子 抹了一把脸 摇摇晃晃的站起来 他朝河里走去 想就这样去陪小冬 那个打鱼的老汉发现了他 冲他挥手 喊了起来 喂 河里危险 快回去 中平没打算听他的 他想 等这人走了 他再死 就没人会管了吧 可老汉直接跑了过来 把他拉离了河边 边走边说 你是不知道 这河的轻重啊 还敢靠这么近 你不知道 前段时间 有俩学生落了水 可惜了 死了一个 中平听得浑身一颤 他呆住了一会儿问 两 两个 老汉叹了一口气说 可不是嘛 两个中学生 可惜 只救过来一个 他还在续续叨叨 那次的落水 可中平脑子里 就记得两件事 落水的是两个人 小冬却死了 前夫那个狗东西 完全没提 他只说 小冬被淹死了 他以为 那是单纯的意外 只顾着伤心 却没有过怀疑 中平 陡然来了力气 口东西 不关心儿子 一记淹死了 就轻车飘的 激了过去 可他不 他要搞清楚 小冬的死 凭啥两个人落水 死的却是小冬 这事不难打听 当天的情况 很多人都知道 另一个落水的叫许飞 是小冬的同班同学 中平去了许家附近打听 有人指着对面的一家三口说 就是他们 他顺着视线看过去 他们仨 笑得可真幸福啊 那个少年跟小冬差不多搞 都是少年型的轻瘦的身材 剪得短短的头发 笑起来露出粉红的牙床 中平觉得胸口刺痛的厉害 这么多不公平 他只能在这里 像跟枯草般怀念儿子 他们却可以一家三口 幸福的笑 他觉得 他们仨刺眼极了 尤其对那个少年 他深深的嫉妒他 就在他复杂的盯着他们时 那个指路的咋了一声 小声告诉中平 他们家呀 忒没良心了 指路人说 我听说 死掉的那个人啊 是为了敬许飞才出的事 你看看他们家这啥反应 他们还跟死掉那人家里边 吵了一架 反正最后就出了点殉葬费 一点感谢费都没给 现在这人啊 难怪有人不愿意当好人 白虾 中平胸口又是顿顿的一疼 原来小冬不是平白落水的 他竟然是为了救人 口东西 大概跟许家吵过 又没捞到一分钱 所以对小冬的死 更加漠然了 甚至 懒得跟他提来拢去脉 有时候 人需要一股恨 才能把悲伤演过去 中行就在那个午后 恨上了许飞 青春飞扬的少年 还能肆意的享受阳光和人生 他的宝贝儿子 却因为他长连不醒 小冬在水里时呛得痛不痛苦 想不想哭 他只要一想 胸口都闷得提不起气 老天怎么可以这么不公平呢 不行 他得让这个人去陪葬 小冬既然救了他 那么他去陪一陪 是应该的吧 中平跟踪了许飞 他要找机会送他去见儿子 他知道杀人不对 可他不怕了 反正这辈子他是没指望了 等这事了结 他也会去的 他找到了机会 喜飞戴着耳机 欣喜听什么入迷了 停在了路口 离他两不远的地方 就是大马路 说不定就有一辆车飞驰而过 中平悄悄的跟在他身后 他专注的听着耳机 没有要动的意思 那条路的车并不多 中平就在等啊等 忐忑又兴奋的 等着一辆车过来 最好是大车 他只要伸手 把人往前面一推 许飞来不及防备 车子肯定也来不及刹车 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车子真的来了 中平伸出了手 抓住了许飞的期许 少年的衣衫整穿得很宽松 被他看见了脖子间的红绳 他震惊的瞪大眼睛 电光火时间 原来准备把许飞往外推的姿势 却变成了向后拉 因为临时硬生生 改变了使力的方向 中平失去平衡 酿呛了一步 摔在地上 许飞也跟着倒在地上 许飞迷迷糊糊的 没搞清状况 他扒了下耳机 看看外面的马路上的车 再看看中平 便自发的理解成中平 怕他被车撞 所以好心的扒烂了他一把 他说 谢谢你啊阿姨 中平却一直盯着他脖子看 最后 没管许飞惊讶的表情 直接从他衣衬下面 掏出那根项链 只一眼 他就困住不住抖了起来 那是小冬的项链啊 许飞也从这个反应 以及似曾相识的面容里 猜到了啥 他试探的问了一句 你是小冬的妈妈 听到儿子的名字 中平抖得更厉害了 死死拽着项链不放 许飞小心翼翼的 把项链解下来 放到中平手里 他说 这是小冬的 说是他妈妈送的 他一直很珍贵 中平瞬间就哭了出来 许飞还说 阿姨 我其实等你很久了 中平惊讶的抬起头 许飞脸上再也没有了 之前那种飞扬的笑 只剩下无尽的难过 他说 对不起 小冬是因为救我 才没了的 这话让中平的身体僵了讲 他几乎立刻就要恨意 掏天了 他知道救人是好事 可如果这个代价是失去性命 他没办法平静的 接受这样的伟大 他只是个普通的 甚至自私的母亲 最想自己的孩子 能好好地活着 对着让自己的孩子死去的罪魁祸首 他没法不恨 可许飞下一句 却告诉他 他们俩会落水 是因为这根项链 中平离婚后 跑去给小冬 求了一块玉佛 花了不少钱 这还是其次 他虔诚地在师父那拜了很久 指望着能让小冬过得更顺遂一些 绑玉佛的红绳 是装平亲手编的 每一根纹路和叩节 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这也是为啥 他在命运瞬间 就认出了许飞脖子上的红绳 他觉得其中不简单 这才临时改了主意 他送小冬 保平安的玉佛 怎么会出现在许飞的脖子上 总不可能是小冬送他的吧 的确不是送的 许飞说 出事那天 他们去河边玩 本来就在浅滩那摸鱼 他们把上衣脱了 小冬怕玉佛丢了 就摘了放在衣服里 可真想到 突然那衣服被吹到了河里 马上就飘到河中央了 一开始 只觉得是一件普通的衣服 没放在心上 也没想起来项链的事儿 小冬折回岸上 检查书包去了 许飞看见那衣服中间 有根红色的东西 才猛然想起来玉佛 他知道 这东西对小冬有多大的意义 所以想也没想 就朝河中央游了过去 可他虽然会点水 但河水中央游多深啊 他勾搭了玉佛之后 偏偏 水又抽筋了 他在水里扑腾的时候 小冬看见了 于是 又跳下水来救他 两人在河里 折腾得筋疲力尽 被人救上来后 小冬救 钟平待了好一会儿才问 那这个 那啥挂在你脖子上 那你 那啥 那小冬那么开心 你不是该满心悲伤吗 你不是该自责 因为自己恨死了小冬吗 许飞犹豫了一下才说 小冬很羡慕他家 因为钟平 跟他前夫的关系一直不好 所以 小冬第一次去许飞家 看到他们一家人的相处情况时 觉得很惊讶 原来 这世上 还有这么和睦的家庭关系 小冬当然爱钟平 可母亲单一的爱 跟父母恩爱的爱 又不一样 许飞说 既然 小冬羡慕他 一家能笑得那么开心 那么 他想 一直保持着 他把御佛带在脖子上 也是 想连同小冬的那份 一起努力的笑着生活 希望 他在地下有灵 也能欣慰 许飞还说 他爸妈 其实准备了一笔补偿款 专门等着给钟平 但他们没有钟平的联系方式 他前夫连丧事都没及时告诉他 更别提其他了 小冬心疼他妈 许飞 也想让这个失去儿子的女人 往后能过得好些 这也是 为啥一开始 许飞没有把钱给他前夫的原因 钟平 摩擦的欲佛 我还在 等我长大了 会帮他照顾好您 您要是不嫌弃 把我当成 您另一个儿子吧 钟平 想起 就在不久前 他心里 还唱着魔鬼之歌 想让他 命丧车门底下 好去底下 陪小冬 可他却忽视了 他的小冬 他用心用爱 浇灌出来的宝贝儿子 是否愿意 让自己的母亲 杀死自己的好伙伴谢恨 又是否愿意 他就此 放弃生命 恐怕 他是不愿意吧 他能在许飞遇难时 毫不犹豫地跳下去帮忙 心中 一定藏着爱与美好 才会不为死亡 钟平 没有戳穿 自己想杀人的念头 也没有要许家的钱 不过 倒是答应了 跟许飞来往 他离婚这些年 测试了太多小冬的成长 他想多听一听 他去看了小冬 墓地是许家买的 打理得很用心 他慢慢蹲下身 在地上抓了一把泥 放在手心里撵着 然后一张手 风把泥沙都吹走了 就像他的绝望 与怨恨 悲伤 已经发生 活着的人 却还要继续 那就让他们 学着让死亡 开出新的花朵 带着亡人的想念 继续微笑吧 钟平努力地 硬尽地 将嘴角 朝两边撇开 慢慢 笑了出来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建议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